我是吳季欣 我們現在是在台灣勞工會議室 舉行美島事件40週年紀念日 在我們背景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立法委員候選人 林家瑋志工團隊 像我就是 我是吳季欣 我就是可以跑到中立區 支持林家瑋去選立委 基本上面是還好 基本上面也沒有人會刻意阻止或警察 我們今天來談一下 就是美島40週年紀念 從1980到201912月10號 美島事件 他們主要的訴求 國會全面改選 還有總統直選 這兩個主張 算是實踐了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們台灣要真正要總統直選 也是1996年 我記得好像是1996年 李登輝跟彭明明兩個人在選 然後公元2000年才是有意義的總統直選 三個人出來選 連戰宋楚瑜還有陳水扁 2008年 又來一次選舉 然後在2016年 所以台灣的總統直選已經很多次 那國會全面改選 也是很早就開始啟動了嘛 所以上面是基本上面是完成了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1980年 我們對美島事件的理解 是非常弱 因為那時候 像我讀台大的時候 我了解是像大新社他們比較激進的主張的人 也是主張是從言論自由 但主要他們關心的還是戒嚴時代問題 我到1988年 在自由時代雜誌社做事的事情 我才感覺到是非常嚴重 言論自由的問題非常嚴重 但是一個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都弄出了命 可見那時候言論自由還是很糟糕 像我們現在還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掛一個台灣人民共和國的旗幟 基本上面政府是不會管你說什麼 就是說他不會因為說你講台灣人民共和國 他要把你抓起來關 還不至於 像我們幫林嘉宇選舉 他唯一可能會 桃園市警察會很注意他們 就他們如果要去抗議總統的時候 抗議蔡總統來中立 蔡總統競選總部就在林嘉宇他們總部旁邊 蔡總統總部那麼大 蔡總統來的時候 林嘉宇他們去抗議 還會有警察會知道他的坐車在哪邊 可見他們還是會被跟監 這就是異議分子 現在已經很輕微 像美玉島事件的時候 我們了解就是 這施明德故事最轟動 就各電視台都演 然後大家 這施明德都認為他是浪漫英雄一樣的演出來 然後關於陳菊 我們了解像我回宜蘭 去重考的時候 從陳大回宜蘭 去重考的時候 我就覺得氣氛很低啊 因為那時候剛好228事件嘛 美玉島事件完一個228事件 幾乎林嘉宇安 幾乎就是成為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一個悲傷的背景 就是說他那就是一個傷痕 就是你要怎麼說呢 反正你是外省人 你是台灣人 就是一個傷痕 好像就是你外省人殺人一樣 那種集體罪惡感是非常嚴重 像我過了 我到去鄭南宇那邊做事情 我才知道鄭南宇這方面 背的原罪感可能更重 但我們現在已經在我們這個時代 已經國會全面改選 總統只選 雖然雖然是說大家會說 財富過度集中啊 然後一黨獨大貧富懸殊 會有這樣的情形 國民黨以前一黨獨大情況更嚴重 像我們1981年 進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 才知道國民黨的 學生組織是非常強 在台大裡面是非常強 就是說我們職業系 幾乎都配慮控制的死死的 只要我現在有看我的學弟學妹 讀的書才知道說 台灣的思想控制是非常嚴重 其實像密歇夫科 在很多激進學生 1980年就讀了 或者是像一些比較激進的說法 在職業系上面是很晚才讓他們可以讀這個 讀碩士跟博士 所以思想上面解放是在台灣是非常難 還有一黨獨大貧富懸殊的問題 當然貧富懸殊是幾乎是世界性的問題 但我們台灣也不例外 就是講法是很多 但是實際上是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傾向 台灣也不例外 尤其年輕人 收入兩三萬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第三個就是反福懋、反送中 福懋就是318 318讓民進黨從2008年的狀況 恢復過來 就是318這個年輕人 幫了民進黨一個大忙 民進黨上次過度自信大敗 所以這次就把318的年輕人找回來 尤其是兩個是蔡英文的嫡系 一個是魏洋 一個是林輝百 然後 反福懋跟反送中是香港 反送中 反送中的話 民進黨是獲利最大 他從去年1、2、4 落入谷底 開始爬升 但我們今年看很多人是說民進黨會大贏 大贏的時候 就會面臨明年開始有一黨獨大的問題 在台灣和中國的未來關係 民進黨要怎麼辦 是不是要談判 還是中國大陸 還是可以談判的底線是什麼 現在都不太清楚 所以這方面問題都有 伊朗獨大 在台灣以前 1980年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對我們活在那個建議時代的人來說 很多思想是被控制 其實到我們現在 對我們說解嚴完世代的人 就是讀大學的時候 讀完大學的時候解嚴 1988年 解嚴的人 解嚴人來說 他的行動跟思想 跟年輕人比起來 我們是覺得我們 年輕人他們比較勇敢 跟我們那個時代 稍微 勇敢一點都不得了 因為學生運動英雄 或者是 像美伊島事件 然後趕街頭打一場 就不得了 在台灣就是 台灣英雄 剛剛跟香港問題上 我們是跟香港問題 是沒有那麼直接面對 香港打那麼兇猛 在台灣率上 大概只有228可以比 我是吳祭星 我們今天就是紀念 這個美伊島事件40週年 當然他的功過 還有他個別政治人物的興衰 在美伊島政團上面 或美伊島的律師團上面 可以看得到他們幾乎成功 成功非常久的時間 今天這個是一個 幾乎是沒有任期的一個成功 當然有的人 被捕下獄了 有的人 開創生命的第2高峰 開創自己歷史的高峰 有的人是稱為 國家重要政治領袖 這個都是美伊島事件 個別領導人物 他們的 他們的歷史 當然大家聚焦的 就是說未來美伊島 未來台灣會怎麼樣 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 紀念美伊島事件 所提出來 他的基本上的功過 謝謝